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比斯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我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下 这个欧盟被人偷吃柠檬 那是什么事呢 这个亚美尼亚美与阿塞拜疆 两个高加索国家拿得很僵 这个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的所谓非地 也接近是没了 现在欧盟就想着 学别人促成谈判,搞个会谈 结果亚赛拜疆就说 你都一早表态了 你都站去阿美尼亚那边 你根本偏帮我不参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欧盟两巨头 法国外长访问亚美尼亚 而且他就说会向亚美尼亚提供军事装备 你说提供什么 提供军事装备来搞我 那我怎么跟你谈 我怎么跟你谈 他们说要调停 但是之前立陶宛的总统 赛达曾经说过 中国如果你想做调停人 拜托你首先表态演责俄罗斯 你不是傻的 调停人是作为中立国的看法 其实这事件更加突显了中国作为中立国的重要性 如果你全世界都在两边站开的话 即是没有站在中间的了 那么调停人也没有人相信你 就等于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以色列 应该是伊朗和沙地拉伯 如果你是找美国谈这件事 那伊朗可能不行的 当然了 那么美国可能会促进到 以色列和沙地拉伯的一个建交也不奇怪 这段时间也有这个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 虽然沙地拉伯现在和美国企业了 但是始终都很称作是盟友 当然现在他盟友当中也是经常玩玩 因为他们两个都对美国暂时没有大量排斥 尤其是以色列当然不会 但是你想想伊朗怎么会和 在美国主导之下作为和事务和他们谈 现在阿塞拜疆一样的 阿塞拜疆政府说明了 就说由于你们欧盟对 亚美尼亚当局明显的支持在军事上 和其他方面 对啊 你一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们是蠢得鬼的 还说我们什么呢 我们帮帮你提供军备给你的 结果呢 这个阿塞拜疆总统 对啊 你们自己说的嘛 你们法国官员是亲阿里米尼亚的吗 而且你们法国外长还说 是会支持阿里米尼亚和提供军备的嘛 有军事合作的嘛 你很明显站在他那里 我怎么跟你谈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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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显之前中国说的是对的 巴西说的也是对的 你没有一个站在中间的 怎么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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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你一定要接受到站在中间 独立的国家 别人才肯谈谈谈谈谈的 即使ม나吃柠檬军也真理想 应该聪明一点 也会谈谈谈的 还有军备 或者目的去法律 不过他要打娜打鼓 重新控制亲亚美尼亚的分离主义地区 就是简称纳卡地区 在北法和欧盟理事会的滑船之下 原本可以聚集两个高加索地区 都可以说是宿敌的领袖打算谈一谈 准备在西班牙举行欧盟峰会时进行会议 但是阿塞拜疆官员刚刚就说 阿塞拜疆觉得没必要了 对不起你们的邀请我们不会去 因为你们很明显已经是偏颇了 你们明显是站在亚美尼亚那边 法国的外交部长亲亚美尼亚的言论 以及向亚美尼亚当局提供武器 更加要军事合作 很明显你们不似是中立 所以我们不会出席 人家说明了 你假扮都假扮中立 你会发现西方很快表态 一定要政治正确 而且他也要让亚美尼亚看出 我是支持你的 因为你是跟我们亲 你支持了他就不用谈了 不用谈了 其实说真的你整个和谈托吗 我就是了 其实你根本是站在他的阵营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有多自信 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中间 不行 阿美尼亚政府刚刚也说 虽然这个媒体说阿里耶夫总统退出这场活动 但是我们的领导人仍然会今天到达西班牙 逾结就是自己围 caregivers一团 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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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 现在地区人口就不算很多 但是他都害怕 现在什么时势 那亚美尼亚的总统呢 他最搞笑的亚美尼亚总统就说 本尼啊 我们就 已经准备和阿塞拜疆签一个和平协议是突破性文件 他现在没有出席 你说什么都可以了 你说本尼啊 哈哈 你好笑 当然这个亚美尼亚总统也说 如果他下台对国内形势恢复正常是有帮助 那就辞职 这个都没用 其实谁上台一样的 不敢 这个亚美尼亚 其实他 因为现在是亲美 其实之前就不是 亲西方应该这么说 他们两个国家当然为什么以前没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以前都是同属一个苏联 那就没什么问题 高加索分南北 苏联解体之后 其实高加索分成三个 国家独立 北高加索 的一众共和国仍然 留在俄罗斯境内 其中 车臣一直要求独立 经过二十多年的动乱 2007年 那就搞定了 你知道普京大帝很手狠 他们要你这么多 但是 南高加索的格鲁吉娅 在2003年 就出现玫瑰革命 推翻了由苏联时代 是延续而来的政权 第二 乌克兰 也是有相似的 当然 两个都是把原本的体制打破 是改用西方的 所谓西式民主 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当然 当时 其实美俄关系不差 当时也说明 普京上台后更加是压制了车臣分裂 其实中期望 和美国还有欧盟合作 最早的时候 你知道吗 俄罗斯曾经也有说 可能会加入欧盟 当然后来没有 后来没有 后来 大家矛盾大了 因为北约也都东旷 还有 很多 俄罗斯的邻国 以前前苏联的 这些加盟共和国 就是出现了很多 亲西方政权 他就开始害怕 他就开始害怕 他就担心 其实普京就担心政治上 会蚕食 他们 亦都怕慢慢 他自己的权力 是 叫做 瓦解 更加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 算是迅速解决 因为一方很快搞定了另一方 所以算是迅速解决的 虽然亚美尼亚没办法 是保住阿塞拜疆境内的纳卡地区 但是以纳卡地区 回归阿塞拜疆作为最后的 结果就是这样 说真的 算是平息了九分 但是当然有人很惨 也有人 离开人世 因为 阿塞拜疆 这个 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 是被 亚美尼亚分割的 亚塞拜疆未必会对 亚美尼亚过到这样的压制 当然其实他现在 说真的 使亚美尼亚的 这些人走去 这个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人就走回亚美尼亚 其实他自己也付出很大代价 经济上和军事上也是 美国亦 打算用纳卡地区的冲突 亦打算跟 亚美尼亚走近一点 现在 说真的 亚美尼亚就算 不用美国这样撞撞撞撞 好像 对俄罗斯对不满 对俄罗斯也不满 亚美尼亚 亦是 跟普京斯破裂 因为 亚美尼亚国会已经决定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刑事法院 没错 其实亚美尼亚不能回头 除非他退出 但是会不会呢 之后如果普京访问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就要 拒捕普京 做不做得到呢 普京就不去 亚美尼亚决定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亦令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关系变得更紧张 之前 俄乌战争和 纳卡地区冲突 已经严重破坏了两个国家的关系 其实传统盟有关系不复存在 俄罗斯也警告亚美尼亚 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 是 极其敌对的决定 克里姆林公发言 佩斯科夫也说 这个 亚美尼亚 加入 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 从我们双边关系角度来看 是 是不合适的 佩斯科夫没有证实普京是否会 避开去亚美尼亚 但是他就说 当然我们不希望总统 因为任何原因而放弃访问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的总理 亦都 打算向普京保证 就说亚美尼亚只是 处理 阿塞拜疆 在长期冲突下犯下的战争 最后不是针对俄罗斯 他更加在亚美尼亚独立 纪念日说 我们多年来依赖的 安全盟友 但是他说明 他说 我们多年来依赖的安全系统和盟友不起作用 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不足以确保亚美尼亚的安全 你觉得普京有没有听到呢? 当然有听到 而且 阿塞拜疆 亦都是 他不管你 你输了你就要走 那些人 那现在亚美尼亚 亦都有大量的 在纳卡地区人涌入 但是他一定被他入戒 因为是他那些人 那亚塞拜疆 是拿回 分离地区纳卡地区 令到 几千名的难民涌入亚美尼亚 亚塞拜疆 和 这个 盟友土耳其 是 会举行峰会 亦都预计就要说纳卡地区的事 亚美尼亚 将亚塞拜疆在纳卡地区 迅速 是击败他们的部队 就说 自信你俄罗斯 当然 他们亦都是 我觉得 这样会说多了 而且就算现在他亲西方也好 那你始终 一向失去了那块土地 我不 不觉得他现在这个 辣庆普京是一件好事 我不觉得是一件好事 应该是两边 难听说他应该是两边赖才对 应该是两边赖才对 当然亚塞拜疆背后的实力就是土耳其 过去 30年 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 都是因为纳卡地区两度发生战争 双方都有人 流离失所 国际供应纳卡地区就是亚塞拜疆的领土 但是当地的居民主义是亚美尼亚人 后来 亚塞拜疆9月19号 就是发动闪电战 是拿回纳卡地区控制权 迫使分离分子 是根据 隔 第二天 达成的停火协议 对不起 是要投降 分离分子亦都说 激战当中200人来世 其中 6名俄罗斯维和人员 他们亦都是因为2020年 的冲突 而被派遣到纳卡地区 所以现在亚美尼亚就觉得 现在你都帮不了我 所以他亦是有 与美国要进行 联合军演 你搞到这样的话 其实 我就觉得很难回头 除非你整个政权换了 之后有个人 我不敢说回到俄罗斯怀抱 但是 应该站在中间一些比较好 因为始终 现在你都看到 在这个地区也是很难解决的 你站在过去又站回来 会不会那么容易 没错 没错 当然现在 欧盟是全面 与亚美尼亚合作 阿塞拜疆当然 算是一个胜利者之态 亚美尼亚 12万人口当中 即那个纳卡 已经有10万人都离开了 过几天 法国会将4名 重伤的人员 运到法国医院 法国亦会向亚美尼亚提供 1200万欧罗的资助 你看 整个欧盟都站在亚美尼亚 所以阿塞拜疆就不肯谈 就请了欧盟吃柠檬 所以 之前我们经常说 中立国 一定你起码表面上 大家觉得你 站在中间的 不会偏帮任何方 这样才行 如果像 老塞达 东欧国家 你如果做调解业 你都一定要表明 你是要谴责俄罗斯 哪有这样的 这根本是不用老说话的 对这个调解的概念 都未掌握清楚 是的 当然 亚美尼亚 如果你 因为地理位置很特殊 其实 难听说 西方救你 也不是这么容易 你不跟乌克兰 乌克兰跟欧盟国家 跟北约国家 亚美尼亚是被其他国家包围的 没有出海口 亚塞拜疆就在东面 土耳其就在西面 土耳其跟亚塞拜疆 很亲 还有 美国的敌人 伊朗在南面 格鲁吉亚在北面 当然 你有伊朗在也够你害怕 是不是 格鲁吉亚 他 都是 跟俄罗斯关系 扩索迷离 因为 他们国内民众的主族 都是对俄罗斯不太友好 但是 现在这个政权 好像跟俄罗斯撑得不算好行 不过 现在美尼亚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当中 其实 你就算大量向美国 和欧盟靠狼 因为你特殊的地理位置 很多时候 我觉得他站在中间会好些 如果不是你太过黏在西方 你看看你的强论 有一个伊朗够你害怕 还有一个土耳其 也够你害怕 土耳其和亚塞拜疆 其实就是 一个 联盟 最近 乌克兰 的欧战争 亦是 增加大量 俄罗斯资金 和人才进入亚美尼亚 更对于这个贫困的小国家 是 制造出巨大的经济 转变 经济 开始慢慢好 即使美国 他是真的说帮你 但是 会不会是因为 现在俄罗战争 他是用来压制俄罗斯的 一个方法 会不会整整一下他就走了 你就很难说 他走不走 这是一回事 和这个欧盟帮帮你一回事 你的地理位置你永远都改变不了 是的 你的地理位置永远都改变不了 你想想你和伊朗是强论 伊朗就是强论 还有土耳其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和邻国的关系 尽可能都不能太差 确认是强论 确认是强论 大家说到日俄关系那么差 想不到日本居然有参议员 是访俄 亦是俄乌战争后 首个访俄的日本参议员 俄罗斯外交部就说 他们的副外交部长 老登科和日本维生会 参议员宁木中南 举行了会谈 宁木 现在就是访俄 在去年2月 罗战争以来首次有日本国会议员访俄 宁木中南 亦是日本在野党日本维生会的 国会议员 团的副代表 宁木 这个事务所就说 宁木 刚刚完成了 莫斯科之旅 而且 应该是回到日本 预料宁木 当然 说的都是那些 就是跟俄罗斯说的日俄关系 原来他要求俄方 开放 令到原本住在南千岛群岛 日本就叫他北方四岛的日本民众 可以去 这个北方四岛 即是 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 那里是数目的 因为他们有些 组上在那里 当然 以前 这些 领土的 争议 没有那么严重的 现在大家都 有些精良的军备 更加对峙得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他会被 日本媒体射罗斯 因为俄罗斯外交报赚他 他就说 宁木中南对 日俄关系 发展贡献良多 并且对日俄关系 被日本制裁俄罗斯和西方的反俄罗斯 破坏表示遗憾 他们的这个副 外长老登科 在会谈当中也跟宁木说明 俄罗斯对于全球和地 和区域安全问题的态度 同时也提及日俄关系目前的问题 都是这样 我相信之后也会 之前日本媒体 日本官方也承认 他也承认 一样的就是 其实他是有 跟俄罗斯沟通的 是要的嘛 他说最低 他就说最低程度的沟通 其实我觉得不止 英国也说有 英国也说有 说到这么硬 其实我觉得是正常 肯定是有的 因为 你不要忘记 日俄都是轮角 如果计算 那些小赌 也是轮角 是吧 也是很近的 如果你的理论和轮角关系搞得太差 你也是没什么好处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请准备